幼儿园被爆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下 长期给园内幼儿集体服用抗病毒药物病毒0 不少孩子被发现存在头晕 腿疼 肚子疼等相同症状 引发众多家长的强烈不满 那目前西安市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并进行紧急处置 幼儿园园长及相关人员已经被警方控制 从你懂啥东西是否能提高孩子记忆力 其实就是一种要为了提高初期率 喜而幼儿园里无所教掌之意 海人听闻世间只为荆棘秘义 祖国花的璀璨无故孩子哭泣 人心事都乱伞无事法规法律 谁来愿说明明人心记忆了吗 维护孩子的秘义 地独立厨房羊 迷魂共产世拦来为宝宝 经济离仪的趋势 亏对为任何识调 灭绝世太太会只为双入提高 为了荆棘秘秘义良心全部丢掉 监管只能在那山额赐有汇报 网友纷纷关注可有何需报答 外格舍客外格医术望明江河 谁来回汇报答